大家好,我是北方网的Flash AI3游戏开发讲师CIS 这一讲我们来讲解我们的第二事件 解除缤纷这个第二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讲 我们再来讲解我们这个游戏制作的哪一个方面呢 第一,我们要接着写我们的公共类库 NUM SPR这一个类 那还有就是剩下我们的几个界面 一个是首页界面的编写 帮助界面,下一关休息一下 这一二三四四个界面编写 那公共类库NUM SPR编写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NUM SPR的作用 它就是主要我们是用来控制游戏中 有很多这个卡通数字 就是我们的游戏像我们这边 就是我们游戏里面不是经常会出现一些 有卡通数字组成的数字吗 那这些我们用代码来生成不了这样子的数字 如果我们用文本,文本宽是生成不了这样子的 如果要实现我们要通过很多很多样式的设置来达到这种效果 那这就很麻烦 那我们直接用我们美工给我们图片 直接来生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卡通数字 所以我们就需要编写一样 编写一个这样的类来控制我们这种卡通数字的生成 那我们可以专门写了一个这个类之后 我们就所有的以后项目里面 以后项目里面有这种需要控制这种卡通数字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这一个类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公共类库里面 那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我们这个代码编写 那我们紧接着上一张 我们上上一张里面 我们在这个已经写了这个sondmanage这个类了 那么新建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就是 好,这个类就是numspr number split 那我们要不要继承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继承 好,完成 好,那这个类 那这个类的 生成卡通数字 好,那这个类主要是用来生成这个卡通数字的 那生成卡通数字的时候 我们需要,我们要先分析一下 我们如何来生成卡通数字呢 我们打开一下我们这一个 诶,卡住 要生成这个卡通数字的时候 我们就是 要生成卡通数字的时候 我们就是需要这种 外部存入一些我们需要的一些资源 传进来之后 我们再根据这些资源来生成我们配套的一个数字 那好,那我们看一下要怎么配 看一下要怎么配 那我这边在这个程序打开的时候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两个 就介绍一下两个 呃,两个函数 一个就是Gate GateQ 这一个 好,这个是系统提供的一个 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系统提供的 你看,它,它是放在Flash Utils这下面 它是一个函数 那它返回对象的完全限定 限定类名 它返回的是对象的完全限定的这个类名 它需要的参数是就是 需要完全限定类名的对象 就是我们传 我们传入一个参数 它就能告诉我们这个参数完整的包 像假如说我传入一个 嗯,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一个类 好,我们假如说我生成了一个声音的对象 传入了这个声音这个对象 但是我们假如假 假设我们不知道这个声音的对象是在哪一个啊 目录下 那我们传进去之后 它就会返回这一串文字给我们 它就会返回这一串文字给我们 如果不相信我们可以写一个例子 我们新建一个 好,随便名 BBB SPID也好 那我这边 VAR 送 SoUnd Und 6一个送的 生成一个送的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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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is 我把这个打印出来 保存 它给设置为莫能应用程序 运行 我们这个先注视一下 好出来了你看 它是不是把我们这个对象 送的这个对象 它的一个完整的类定义名 把这个字图上给打印出来了 你看我们这边 它跟这一串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它类先定名 flash包下面 media包下面的送的这个类 所以这就是这个方法 那通过这个方法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再来介绍这个另外一个 appappapplication.currentget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方法就是你看 从指定应用程序域中 获得一个公共的定义 就是说这个参数 如果我们传入一个 我们把这一串给传进去 我们把一个把一个类的这种完全的限定 呃完全完全的这个限定名称给传入这个参数 传入这个方法的参数 它会返回给我们这个 就是返回给我们啊 返回给我们一个类 那这是一个什么类呢 那这是一个什么类呢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限定名 它的一个类 VARC 它是一个返回一个类 LESS 好返回这个类之后 那我们再来生成VAR一个B 所有生的等于6一个C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获得这个类的 它的一个类的定义 那得到这个类之后 因为C是class 是一个类 那我们就可以用6来生成这个类的对象 那由于生成类的对象 由于我们这个类知道是声音这个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给转换成 送的转换成声音这个对象 这边也要转换 因为它默认返回的是一个object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 ICLSSclass 好 我们运行一下 你看成绩不会报错 所以这就是这两个方法 好 我们这个打开了 我们先看这个 没关系 我们把这一个打开 我们把我们上一架破解出来的这一个 这个给打开一下 好 我们打开之后 我们 好 我们打开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Splite 找一下 打开之后 它应该有一个链接 送的 送的 image 往上拉找一下 这一些 往上找 好 好 这有一个 好 再往上 这边都是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资源 卡住了 卡住了 好 这个Skin 电脑比较慢 我们算机打开 电脑比较慢 稍等一下 好 打开之后 好 突然间 变得比较慢 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 开起来了 又卡住 好 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 电脑 电脑 电脑太差了 好 我们先接着看代码吧 就这个我们通过 通过系统提供的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对象 它的一个完整的线 啊 类限定名 那类限定名之后 我们再通过这样子一句 Application Demo 就是当前的这个域 就是应用程序域的当前的域 我们通过当前域去找 这个获取一个公共地义 获取一个类 就通过这个完类的完全限定名 我们去得到一个类 得到一个类 得到一个类之后 我们是可以去实力化这个类的 就我们用一个类 那我们把它转换成相应的类型 送的这个类型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它 好 我们打开看一下行不行 这软件有点问题 可能要换了 拖动都不行 它稍等一下 嗯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个 要写这个 这个小工具的一个 用到的两个 两个知识点 那好 那我们打开这个 我们的Number SPR 电脑有点问题 诶好可以了 能移动吗 移动一步就看错 好那不管 我们就知道是这个 通过这个方法就可以得到 那我们要得到 我们是不是要在一个 一个物体上面 我们要去得到它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写了这个 我们来写一个静态方法 public STATSE public static function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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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什么呢 c reh te cri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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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void 我们需要来传一个这种东西进来 就是传入 我们让他传入一个supply的这个东西进来 好 我们参数pr 接收一个supply的这个东西 静态方法 用来控制卡通数字 那我们怎么控制呢 就是我们要在supply的上面 在supply的上面 因为我们这些卡通数字是要加入 加在这一些这个上面的 我们看我们pdt 像我们这个图片 就是加在这种 我们把之前那一张打开一下 好 我们19张这边有一些图片 好 你像我们这个 我们就来看这个图片 把它放大一点 就这个图片的这些数字 179 这是我们系统 这是我们文本 弄不出来这种字 所以我们要有179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我们就通过控制179这样子 123 就是控制他每一个 我们通过控制一个 并且我们这179 他是要加在179 要加在一个容器上面 所以我们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就是含有这种卡通数字的 这个参数是含有卡通数字mc的容器 就他含有这个容器 那我们来怎么写呢 就是那我们需要 首先我们要whly while 我们要先把这上面的东西全部删掉 SPR的那么12的大于1的时候 我们把大于1全部删掉 我们只留一个0 只留个1那层 那么12 supply点 点零木 i的12的1 我们剩下最零 第零层那个 好 V2 MC 我先把这个写 给大家看一下 movie movie clip 等于spr 点guidedtrail at0 我们在低零层 所以我们刚才 smovie clip 我们在 我们刚才为什么不是 把低零层也删掉 就是因为我们要在这个低零层 去得到这个低零层的这个东西 得到低零层的东西 或者我们这个直接挪到上面去 我们从低零层得到东西之后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删掉 把这上面清空 清空 清空原来所有的 清空原来所有的卡通数字 清空掉之后 我们只要得到这个东西 好 得到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这边参数漏了一个 漏了一个什么 我们要生成的卡通数字是多少 number int parm number 这是什么 这就是对应 对应我们要生成的数字 对应的是我们要生成的数字 好 那我们就需要用到刚才的get quality 我们把m取出来的mc mc给那个 把mc的完全限定名 诶 诶 诶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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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 诶 怎么会这样子 get gua 诶 怎么会这样子 完全限定名 好 名称 我们把mc给进去 返回一个字母创 ver class class ame strang 好 等于这个 我们得到的类的完全限定名之后 我们来得到这个类 ss virtemp tm tmp class 得到这个class 等于appli application demo 点单前的域 点get 把class name给传进去 sclass 好 我们通过 通过这两句 我们得到了 这一个 这个mc对应的类 那么现在要循环 for一下 for一下 vi inter 等于0 i 小于 number 加上 这一个的 长度 i 加加 那这边有可能会造成奇异 要把这个扩起来 自负串 number 加上这个的长度 就要小于它的长度 好 小于之后 那我们现在来生成了 那怎么生成呢 我们是这样 我们 生成完之后 我们要一个个去解读 我们从 从第一位取 我们去取这个自负串 VR get str 把取出来的第一个 stream 等于 我这边定一个变量 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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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sour str 自负串 是等于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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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number 加上 这一串 好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不要用这一个 这边就用sour 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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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这一个之后 我们来取sour 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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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l at 我们从第一个去 我们取出了第一个 我们取出了第一个 取出sour sour sour tril at 取出了第一个 取出第一个之后 那要怎么办呢 生成一个 var 生成一个mc movie clip 这个movie clip 怎么来 就是我们通过 我们用一个temp class s class class 而不是 smovie clip 作为一个movie clip 这个东西 那我们temp temp mc 我们现在要让它跳到 我取出来这个数字的内帧去 str 跳到内帧 停住了 停住了之后 我们 t 呃 我们传进来的这个spr.add tril 再把这个mc给加上去 加上去 好 加上去之后 我们要设置它的坐标 temp mc temp mc 的 s 轴 等于 它的 numbertril 这个布局 我就不用说了 等于 它的numbertril 的-1 -1 它有多少个 再乘以 我们的temp temp mc 的宽度 好 得到 得到了宽度 那这个其实 这样子我们是秘密麻烦的牌子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 传入一个硬起间隔 传入一个间隔 我们默认是隔五像素的间隔 那这个是 这个是 表示 lt p-a-r-a-m-c 它表示什么 表示 每个卡通数字之间的间隔 就表示每个卡通数字之间它们的间隔 那好 那这个temp-m-c 间隔 那我们这边就要加上 乘以这个 加上我们的inc 好 这样之后我们就 弄好了 写好了 这样子 这一串 就是 你看我先 这看了没 那今天这个编译系有点问题 好 那么还是写代码吧 其实 我先在这个上面 该的temp-add 就是在第一个上面 第一个 指对象上面 我们先取到这个 语言的mc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语言mc 那语言mc mc之后 我们就是 对这个 split 就是它的容器 全部清空 清空掉之后 我们取到这个 语言mc的 它的一个类的定义 类的定义 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循环 根据传进来的这个数值 来循环生成 对应的这个split 我们来跳到这个 对应的mc指定的针上去 那这个就弄好了 好 弄好之后 我们保存一下 那这个就写好了 我们现在写好之后 我们要测试 测试 我们上次在这边有一个测试的类 Lib 把这个wim e打开 把这个wim e打开 好 打开之后 我们把 我们从这个里面 抽出几个数字 卡通数字 数字出来 嗯 我们随便找一个 胜利没有 应该是 嗯 游戏界面 好 我们全部打开吧 这个关掉 选中这个 选中这个 关掉 嗯 没数字 好 这边有了 我们把这个给取出来 复制 嗯 复制到这边过来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了 嗯 好 这个有一个数字 你看我们在库中显示一下 好 是这样子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好 来看这个 这个你看 这个里面 我们的这个里面 我们的这个里面 它有 这个里面 它又是一个 数字 它放了一个9 就是 我们先做一个这样子数字 一个MC 就是数字 1到10帧的这样子一个 0123456789的这样子一个带有帧动化的元件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数字上去 就把这个元件 像我们这样子删除 好 我们重新来建一个吧 好 新建一个元件2 那这个元件是空的 我们把这个数字 就是有10帧的这一个 你看 有10帧的这个数字 给拉到这个元件2上来 给拉到这个元件2 好 拉好之后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边命名一个 UMSPR Number SPR 那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的这个原理是这样子 我们去这个 元件2上面 我们去取它的第一层 取到了之后 我们得到这一个元件 得到这个元件 我们得到它的类映射 得到它的类映射之后 我们再通过 类映射 把这个元件给 就通过这个元件的类映射之后 生成多个 假如说是100 那就生成三个 那让第一个 跳到1 第二个00 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制作的原理 好 那我们导出一下 发布设置 好 发布成SWC 发布 好 发布好 确定一下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边 那我们这边要测试 好 我们在这个test这边 test 上次test 上次test 大家应该还记得好 我们这次来 new一个s new一个 number spr 是我们刚才那个类 number spr 等于 new一个number spr 好 我们把它加上来 先看一下 add child number spr number spr 的 x 等于 400 number number spr 的 y 也等于400 好 我们运行这个类 看一下 我们现在还没有用到 我们之前写的这个 还没有用到我们这个类 我们先看一下不用的是 情况下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运行 失败太大了吗 怎么没有显示 不设置看一下 不设置看一下 好 你看他在400太大了 那我们把设置成 40吧 好 设置成40 运行一下 好 这有了 你看 现在他只有一个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随机变化的 任意多个数 这样子的数 那我们不可能 我们并没有 并没有这个东西 那我们要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就需要 刚才我们之前写的那个类 来控制他 那就是 number spr 我们自己写的 这个类 点 我们把 spr 给传进去 我们需要处理的 这个spr 传进去 我们需要的数字 我们需要生成一个105 105 105 我们希望显示105 那这个 硬取间隔 我们就用默认值 好 我们运行 没掉了 那没掉了 我们就要看一下什么原因 我们把这个传进来 移除清除之后 去得到它的类 得到它的类之后 我们去 new一个source stream 那 which 去进来 进来得到这个 sting temp mc spr add to temp mc spr 好 我们 我们断点来看一下 那这边就教大家 怎么找bug 那这个 我们现在是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东西 那没关系 我们来 进入这个 好 进入到这边 我们在这边 双击一下 设置一个断点 来运行这一个 好 它进来了 那断点进来之后 get the trial的0 点这个 跳过下一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mc 有没有 mc 好 mc 然后我们把 上面的东西 全部都移除掉 只有移除一个 移除一个之后 好 class name 得到了 class name 这个 movie clip 没错 再下来 我们看 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字符是 1 没错 1 我们生成了这个 templemc templemc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它只有一帧 那说明这个 是空的 那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内容 也没错 好 它这个里面 得到了 我们的得到了这个 先是在库中 是这个 数字 那数字它应该有 10帧 数字有10帧之后 当前预期 movie cl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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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并没有东西 所以是0 那么这边给一个 一个名称 我们随便给一个 那真正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给一个 具体有意义的 那我这边 测试 我就随便写一个 然后 给一个 这一个 好 编译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运行看一下 好 你看 004 那为什么是004呢 我们要分析一下了 test 我们明明传的是 105 它变成004 那所以 你看我们这边 我们传1进来 这边传1进来 1的时候 我们第一针是 我们的第一针是0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给 跳到 这个 stream 把它转换成 in in el一下 加一个1 就跳到下一针 好那105 现在正确了 105 我们运行的是105 好 105 好 没问题了 那这个功能我们就算写好了 那我们这边再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出现了两个错误的地方 一个就是我们这边 数字 我们之前忘记给了它一个类名称 因为我们是用反射 反射的话 它去取这个 取这个类的类名 如果我们没有给它 默认是movie clip 那movie clip 我们新生成 新生成一个新的movie clip 的话 它里面只有一针 就是不是不是我们这一个的movie clip 它类似相当于是这样子 新生成了一个这个 有点像元件商一样 里面是只有一个空的针 那所以我们这边要给一个类的名称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边我们一个小的需要注意的 因为我们第一针 本来第一针放的是0 就不是1了 所以我们要顺序的往后推一位 第一针放的就是我们0加1 假如我们传的是0,0加1第一针 第一针放的是0 所以这就没问题了 好 那就这两个需要我们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个功能想让我们看我们的PPT 我们接下来写我们下面的功能 那这个我们公共类库 这个number split 算是写好的 那写好之后 就已经方便我们调用数字了 那你看 假如说我们这边再写一句吧 就这个test 我先让它等于了这个 等于了之后 这一个之后 我点击了声音 点击之后 我只要用这句话 我就可以控制我所有 控制我的声音了 我当我点击声音的时候 我就 好 这个要公开放到外面 第一针放的是 另外它就能够点击 但是呢 然后我们用点击 它就变成138 所以这就造成我们这个控制很方便 我们只要这一句话 就可以控制我们这一个数字的生成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首页界面的编写 首页界面我们分析之后 包括了四个按钮 开始按钮 开始按钮这边写错 搬住 开始按钮 搬住按钮 开始搬住声音按钮 多了一个 有这三个按钮 开始搬住声音按钮 那好 那我们在这个FLA里面做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做一个 正式开始我们的项目 那我们这边就需要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movebox这已经写好了 我们再新建一个吧 结束 电脑卡住 好 新建项目 我们就叫做我们TEST TEST TEST E这个项目 一样把这个去掉 HTML去掉了 我们构建路径这边 确定应用 好构建路径这边 我们把我们添加一个项目 把我们这个北分网这个库文库项目把它加进来 好加进来之后 好加进来之后 然后我们 北分网库项目加进来之后 我们在这下面编写我们的界面 那我们新建 先新建一个文件夹 新建一个文件夹 放FLA的 好 这个FLA我们 我们现在把它新生成一个 好保存 保存到我们的 我们的项目文件夹下面 我们看一下我们项目文件夹在哪边 好属性 这个FLA 属性 异盘北分网项目 Test 异盘北分网项目 Test1 FLA 我们把它保存到这个下面 改成我们的 SOURCE 好我们保存好之后 那我们需要首界面 我们讲过我们需要首界面 好那我们首界面 我们做几个按钮 复制过来 好 好 拷配图层 把它拷配过来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元件 这是我们的首页 我们图层 粘贴图层 粘贴图层上去 好这个就我们首 首界面就这样子 那我们要讲一下 这首界面的意思 那首先这边需要有一个 需要有一个开始按钮 看这边我们会有一个 就这是我们的首界面 进去一下 把这里面东西复制一下 COPY一下 回到我们的首页 闪掉 粘贴一下 好那这些其他的我们都不管 我们只关心这一个按钮 开始按钮 这个是我们的开始按钮 我们做了四个针 弹起 紫针 经过 按下 点击 这四个 这是我们首页按钮 那这个帮助按钮也一样 这是我们的帮助按钮 那这一个是声音按钮 那声音按钮 它有一个 静音和没有静音 它是两个按钮 其实 就是我们 当我们点 点击这个 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会跳到这个按钮过去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声音的开关 这样子 第一针 我们放的是 播放声音的 这个状态 第二针 放的是 关闭声音的状态 那它里面 其实都是一个按钮 它里面都是一个按钮 好 我们回到首页 所以我们把 把这个按钮 把我们做好的 这个帮助按钮 帮助开始 以及这一个 声音这个按钮 把它给放到 放到我们的这个界面上去 放好之后 保存一下 好 保存好了之后 保存好之后 我们这需要给它名称 因为我们 需要在代码里面 引用到 所以这边有一个 送的button 这个 给这一个名称 送的button 那同时 帮助也要一个名称 开始也要一个名称 那好 那 资源我们做好之后 我们在这边写代码 那么需要一个 我们形建一个包 P-A-N-L 全部用 放这些界面用的 好 形建一个类 F-I-R-S-T FalcedPanel 我们的首页 继承 Split 那么刚才讲过 我们首页上面有 有一个 我们首页上面有 好 这边错了 首页继承 继承 我们这边 这个首页需要给一个类 首页需要给一个类名称 F-I-R-S-T FalcedPanel FalcedPanel 我们给一个类 为什么给一个类 你看我们先把它给发布一下 发布设置 我们还是把它发布成SWC 发布 好 确定 好 发布出去之后 你看我们在这边 我们把刚才这个资源给加进来 构建路径 添加SWC文件 预览啊 我们在我们的 E盘 公司被分枉 Test 把这个给加进来 好 加进来之后 我们这边不继承Split 我们继承制 这边是错了 这个是继承这个 我们刚才的首页面板 FalcedPan 我们继承的是 我们继承F-I-R-S-T 我们继承这一个 继承这一个 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这个类 继承了这个类 继承了首页这个类 那它是不是也有开始帮助 以及这三个按钮 所以就不需要我们去再去写这三个按钮 那我们现在来写事件监听器 Funk选I-E-V-E-N-T-L-I-S-T-E-N-E-R 我们这边只要写事件监听器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这个List点 我们刚才有一个 HelpButton HelpButton 监听鼠标事件 好 不是史达是叫什么名称呢 begin begin 没错 add event recent click begin begin function 好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list.sond sond button我们需要让它go to and stop 停在第一帧不然它会在两帧一直在切换 我们停在第一帧之后我们开始写我们的三个监听器 elp btn funk void bmos emoth event 第二个 第三个 名字改一下 copy 好那我们这一个这个是 点击了 帮助按钮 点击了声音按钮 点击了开始按钮 点击之后做什么事情我们等一下再来写 那点击之后 那点击之后做什么事情我们等一下再来写 那好那那这边我们先写到这个位置 那写到这边之后我们剩下的还有这几个界面 我们该把帮助 首页开始首页界面编写完了 那这边还有几个界面 那这几个界面我们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休息一下 那我们再来下一讲再来讲解这个之后界面的编写 那好那这讲我们先讲到这边之后这三个 一二三四我们一二一二三三个界面以及后面的部分 我们放在下一讲 那好那那这讲谢谢大家收听